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怀孕的妇女最开心的莫过于看见新生儿诞生的瞬间 但伴随而来的是身形的变化以及体重的增加 因此产后瘦身成为妈妈们最关心的议题 但现在呢有一种新兴的动脂技术 利用低温冷冻脂肪细胞让细胞自然代谢死亡 不需要动刀没有伤口的新技术 也成为医美市场的最新趋势 艺人妈咪徐萧可在镜头前大方的秀出平坦的腹部 相当自豪拥有小蛮腰的好身材 但她其实已经是三个小孩的妈妈 年龄增长然后加上生产的关系 其实腹部的脂肪变得在怀孕的时候 其实特别的多嘛因为要保护baby 可是她相对的在你生完小朋友之后 她不会这么迅速的又马上代谢掉 相对于年轻的时候来讲的话 真的是腹部跟大腿的地方是让我觉得很混扰 不过徐小可也透露 当初也遇到了产后妇女会遇到的困扰 原本窈窕的好身材 为了孕育胎儿体重增加 体态也跟着变形 因而尝试了国外现在风行的冷冻减脂技术 持续在4度C左右 持续一个小时 减少血流的通过之后 这样子的脂肪的确会进行细胎凋亡 所以可以有效的改善脂肪的比例 由于是非侵入室的手术 徐小可还说在过程当中甚至还可以轻松聊天 颠覆以往需要全身麻醉才能进行抽脂手术的影响 我们会建议3到6个月以后有两个用意 第一个体态体重也恢复到你已经绝望的时间了 第二个呢其实那时候也会大概持平了 效果也会比较明确 但医生提醒产后瘦身最好还是要由医生评估 复原状况后再进行 之后也必须要有充足睡眠 均衡饮食以及规律运动 才能保持产前匀称的好身材 记者黄学文 欧俊杰台北报道 今天端午廉假取消 我认为你先别 kardeşim 我认为你先给我就 谢谢大家